好來 繼續來看疫情指揮中心有要求 一月十五以後回國的民眾 原始上要在家裡做基加減益 而且必須維持一人一戶 如果在外面睡房 跟其他的廚房共用到糟糕 怎麼不行 如果做回國的親人 可以在同一間家裡來減益 但是必須本房 也不能公家來用這個月經 除非是微生人 或這是老大人需要照顧 就沒有受到這個限制 居家檢疫的規定十五號起會變嚴格 像是這樣子的格局 只有一個房間還有一套衛浴的設備 原則上只能提供一個人居家檢疫 作為回台灣的親人可以作回住一戶 不過一個人要住一間 如果是一個月三個人 老婆老婆要分房住 分別一間 如果沒有二十歲 可以跟其他人睡同一間房間 開通房間走廊 盡量不要同時使用 所以他在那邊就同住 那回來又同住 我們不反對 城市陽性的時候 那其他的人就要跟著那個時間 又要再往後延 剛才開放 周圍回台灣的小孩 需要照顧工房 以外超過六十五歲 老大人身心中的重大相片 有時超過二九禮拜 應付 也不可以 嚴格成統在國內民政宮 我們就請民政司的這個部分 那他們大概會去抽房 如果違反這個規定 可以發十萬到一百萬 鄉親就要確實遵守 減的規定